一直以来台湾蔡英文当局不顾两岸和平互生 不顾台湾民意疯狂地推行台独政策 一方面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拒绝两岸和平友好 另一方面蔡英文极尽调媚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 争取西方势力对台独的支持 可以说蔡英文为了台独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蔡英文觉得这一切还不够 就在最近蔡英文更是做了一件逐一被敏据使车的事情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强制推行所谓的反渗透法 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参加台湾地区选举的韩国瑜 在蔡英文宣布将强制推行所谓的反渗透法之后 包括顺处于洪秀柱在内的台湾政洁人士 纷纷对民进党的倒行逆施进行谴证 洪秀柱表示如果反渗透法过关 将是对台湾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极大损害 一旦民进党推行反渗透法 将严重地影响两岸和平交流 我认为蔡英文当局极易推行反渗透法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压力 在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国不断地升级对中国的打压 一方面美军舰机不断地入侵南海 挑衅中国领海主权 另一方面特朗普不断地对包括华为在内的 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打压除此之外 美国还出台了所谓的涉港法案和涉疆法案 对中国内政进行分款干涉 据美媒的消息 特朗普签署了2020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据悉此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2020年度加强对台军守 扩大同台湾当局的军事交流 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情报部门 监控2020年度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 以避免大陆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行干涉破坏 据此我认为蔡英文极易推行所谓的反渗透法 其目的就是在于恶化两岸关系 汇报美国的涉台法案 并借美国的手实现台湾所谓的独立 针对台湾蔡英文当局的强推所谓的反渗透法 国台办发言人朱奋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民进党当局强推恶法 倒行逆施制造绿色恐怖 竞现两岸交流交往 升级两岸敌对对抗 伤害台湾同胞利益 终将致死恶果 没到关键节点 台湾岛内终有能在拿武器的说事 在这次地区领导人候选前也是如此 上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伯瑞光 在华盛顿的一场对话会上表示 两岸和平统一已经不可能 必提醒台湾要进行军事准备 而蔡英文也不止一次表示 不能够排除大陆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这真有点黄帝不及身边冷急的意识 实质金律大致的政策经济 军事力量 润胜海峡对岸 并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从这个角度说 到底要不要武统 大陆方面应该更有发言权 其他势力炒作这个问题 都有至极的小算盘 一 美国是武统论的国际炒家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华盛顿长期以起炒作大陆军事威胁台湾 一方面希望提升两岸对抗烈度 加深两岸关民间的对立情绪 使台湾进一步地靠向美国 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 孤立台湾向美国购买更多的武器提供借口 至中美贸易摩擦以来 台湾问题被华盛顿打出文章 企图借助以台制华 迫使中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烂布 至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冠瑞 在台湾选举前抛出台湾军事准备论 是想在选民关注的两岸关系上插上一脚 借此影响民意竟而影响顺情 而台湾政治势力则是武统论的道内吵家 始终不愿意明确成认两岸同树一中的民进党单局 以及绿营极毒力量 是美国武团论在岛内最大的呼应者 因为这样有助于在岛内映照孔中仇怒的氛围 为其反路亲美路线 台美处于史上关系最好的时期言论背书 对于当下的蔡英文单局而言 在其执政品质不佳的情况下 要想在2020年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 打的就是台湾安全牌通过绚烂武团论大陆威胁论 激发民众所谓芒果干把台湾选举的主咒 从来民众生活得更好 偏移到了反路抱台上来 其托届持赢得更多选票 至于国民党方面 在台湾大环境总体绿大与蓝的情况下 韩国瑜阵营也无法对《武团论》置之不已 韩国瑜表示 在大陆没有放弃物理解决台湾问题之前 两岸没有签署和平协议的条件 甚至在4月反美式喊出 国防靠美国市场靠中国的口号 优致可见对于华盛顿发起的武团议论题 蓝绿阵营均现其中 随之皮股 两党候选人都表示 当选后会持续地对美军购 向华盛顿示范出友好信号 可问题是大陆方面 从来没有将武统作为第一选择 至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以来 大陆方面确立了解决台湾问题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反征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实施周年纪念会上强调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全面阐述了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真诚中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 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基本失路 重点任务和前进方向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行动只能 一年来对台工作战线认真观测落实 习近平讲话精神和中央对台的大政策方针 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积极推动两岸民主协商 广泛听取台湾各界意见 围绕实现和平统一 共同致力民主复兴达成了多项共识 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继续出台系列会台立民政策措施 着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扩大两岸交流合作 密切两岸同胞感情 促进两岸同胞心恋起合 虽然台海形势严峻复杂 但新时代两岸关系 这寒传不畏风雨破烂前行 每次顺兰大陆武统论 就有人会拿出反分裂国家法说是 这部法律中确实提到了 采取非和平的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但同时明确了三种试验情况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的名义 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闪失 由此可见大陆方面不承诺放弃武力 是针对外来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 并非针对台湾同胞 用国台办主任刘洁一的话说 坚持为和平统一创造广告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如今大陆密集的出台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合作政策 正式向台湾同胞示范善意 共享足国发展红利 和实和平统一基础 至于台湾媒体称大陆网上存在武统言论 这也不必否认 但问题是既然岛内外有人宣扬台独论 那为何不允许大陆民间出现武统声音呢 还有一点几乎是不言之名的 美台如今纷纷地炒作武统论 实质是在提升两岸间的对抗烈度 海峡两岸关系复杂多变 华盛顿到时候是否真的愿意为台湾补息一战 恐怕连蔡英文本人都不大相信 这也证明了顺朗武统论 只是一张很美的空头枝票 是华盛顿某些人在两岸间三分顶火的政治工具 凸显出的是美国所谓的爱台护台的虚情嫁疑 当我们身处历史交汇点 审视来路与前途 两岸关系发展方向更显得清晰笃定 那就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我们将更广泛的团结 广大台湾同胞携手通行 共同努力奋斗共担民主大义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做出新的贡献 川普审核宇宙 出批的新的贡献 利面 3 大乱 亦 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